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子言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三颗性难度的一弹力炮 这个就和我们之前玩的牛草索、马骑索、蛇口逃生 有那么点类似 但是只有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最聪明的人 才可以把它解开 将里面的炮弹取出来 这么一听感觉就好像是被我粮食打造的一样 来 开箱 盒子里面装盒子 就这么小 还有一个 额鲁式套爪呀 这么丁点小材 比我的手掌心还要小 瞧这个 造型 下面有4个金色的轮子 上面还有个炮筒 这个炮筒 直接就可以拆下来 这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外形构造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 它里面的炮弹给取出来 一个是车架 一个是炮筒 那这个炮弹肯定就藏在这个大炮里面 我们先瞄一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炮弹就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瞄一下 有一个小铁球 既然我们都看到了它的长盛之处 也就是在它的炮口前面 那我们就秉承一个原则 能拆多少拆多少 先把它肢解开来 拆到最小最小 那么炮弹估计也就快出来了 就是这个方法 没问题 中间有个铁棍 铁棍好像是可以拆出来 哎 敲了没用 但是我发现 后面怎么松开了 没想到把后面给敲开了 一个大螺丝 这边已经拆开了 我们看看里面 哎 瞧这个铁棍 在中间给插着 还是没办法把它解开 听这个声音 你看一摇晃 这个炮弹 就发出声音来了 好像这个铁棍 没有来的炮弹 它还是在前面这个位置 在后面拧开 前面 前面也可以拧开 就这样 你看 我们又离炮弹近了一步 只不过还被一个东西给挡住了 这个意大利炮 在拆解的时候 它是不能借助工具的 所以你只能依靠它提供的东西 给它解开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螺丝 我们得想办法把它搞下来 这个小车门行不行 太深了 进不去 如果有一个小点的就可以了 这个车轮还拆不下来 这个也用不了啊 这样 但是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缝隙 这可怎么办啊 这样还可以连接在一起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统一的 这要拧不进去了 这也不行 太可惜了 算了 我们还是把它拧开吧 怎么回事 我怎么把它拧开了 里面的 被我拆下来了 怎么回事 这个是什么原理 原来如此 就是你拧螺丝的时候 如果方向不同的话 它其实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现在已经把它区分成三块了 会不会这个还可以拆 先看一下有没有分析 如果没有分析的话 那真的是有点难了 不过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小工具 你看这个 隐藏的一个小工具 是不是就能把前面这个解开呢 有没有发现 量身打造的一样 这就变成了一个医治改锥 我们就可以把它拧下来了呀 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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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么 哎呀 又掉了 哎 哎 哎 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居然跑出来一个炮弹 这么小的一个小炮弹 哇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解开了呀 你瞧 原来就是刚才拧下来的这个小螺丝 把它给挡住了 你看我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就这样挡住了 那重点就是这个小工具了 叮叮叮 方向拧反了 我的天啊 本来有个缺口的 结果反方向拧进去了 这下完了 也不出来了 哎呦 我的炮弹 我的炮弹 哎呦 以而泣啊 啊 我的天 我的天 哎呀 尴尬了 这下怎么办 用我的指甲把它抠出来 我还真把它抠出来了 看来我的这个手指甲 也是一个独门蜜器啊 差点 高反了 还是这样拧回去吧 这就把谜题给解开了呀 稀里糊涂的就把它给破解了 反正炮弹我们也装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复原 据说把它复原也是一个难事 反方向操作 我们看这个难不难 前面很简单 直接就拧起来了 后面我们就需要把它这个 拧住 这个也是很简单 这个玩具玩的就是一个 螺纹的方向 方向不同 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跟我们平常生活中想到的 那个螺丝不一样 我们一般拧螺丝啊 朝一个方向拧 它就拧紧了 不能再拧了 而这个呢 如果你再使劲拧 它还可以过去 来我们再把它装好 哎你看 我使劲拧 使劲拧又解开了 然后你看 这样就脱离了 意大利炮 被我复原回去了 果然应了开头的那句话 只有这个世界上最帅 最聪明的人 才可以把它解开 哼 就是这么 聪明 点个赞哦 叮叮叮